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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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发马特爱弟兄 他们都谁 何时才能不停跳 一切都知道 公信永远抓不到 季当涌涌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人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观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无上了呀 可学不会睡懒觉 人类冬月 美 美 美星球 这个 小怪 给宝贝查查 看看怎么去 根据查证 宇宙中并无这个星球 爸爸 小怪说没有 宝贝啊 你从哪听说的 资料库说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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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球 是漫画书中 出现的一个星球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你看 我就知道 对 我就要去 爸爸 宝贝啊 那个什么 美 美 美 星 可不好玩啊 并且也太远了 还不如去月球呢 月球啊 对啊 就是咱们天上的月亮 已经被人类征服了 你说人家已经登上了月亮 是吗 爸爸 没错 1969年就有人类登月的资料记载了 哇 好棒啊 爸爸你说说 月亮上都有什么呀 有人吗 有动物吗 有没有咱们家这么大的房子 月亮上可没有人 动物嘛 也是没有地义 动物要说什么房子了 月球呀 是地球的一颗卫星 哦 那人类是怎么去的月球呢 坐飞机吗 坐飞机可是去不了的 他们呢 坐火箭去 飞行速度高达每秒 10.5公里呢 哦 真没见 听爸爸说话好无聊 还不如小树签给我讲故事呢 宝贝书家小树签必到 我来咯 小树签 爸爸给我讲人类登月的故事呢 只是我听不太懂 那我就带你到科学百科全书里走一趟 怎么样 行啊 这个给宝贝讲人类登月的知识的任务 我就交给你了 谢谢爸爸 小树签还等什么 爸爸都同意了 咱们赶快走吧 好 我们出发 小树签 这是哪里啊 你看 那边还有一个好高的铁架子呢 这可是当是美国最机密的地方 肯尼迪航天中心 我们现在呢 在顾着台这边 而你看到的那个铁架子 就是发射火箭的发射架 等一下呀 宇航员就会坐在火箭上登上月球 哦 必然小树签 这次一共有几个人登月呀 三个 三个 如果那么大一个火箭去登月 真浪费 我说宝贝呀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土星无火箭具备低轨道运带能力 重达127吨 还有100多米高 但是登月的可不是这个火箭 哦 那是什么呀 你看 那就是阿波罗11号飞船 土星无火箭 只是起到了一个助推器的作用 将它送入太空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树签 你看 有一个云白色的怪物出来了 宝贝 这哪是什么怪物呀 这是穿上了宇航服的宇航员 哇 很精彩 像个大熊 变得还真快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感谢你们 哇 好期待呀 他怎么还不赶紧走啊 哎呀 你急什么呀 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呀 他们就要踏上探索月球的征程了 太棒了 我以后要做宇航员 别说话了 快看 火箭要发射了 哈 发射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阿波罗 阿波罗非船上带有三名航天员 指令党是米尔·阿姆斯特朗 登月舱驾驶员是埃德温·奥尔德林 指令舱驾驶员是迈克尔·克林斯 这些名字都好难记呀 他们凭着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证实了人类技术的发展 你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不要紧 历史不会忘记 走 我再带你去个好地方 小树翘 我怎么飘起来了 我们现在呢 处于失重状态了 我带你来到了模拟宇宙飞船的内部 你现在没有穿全套的服装 所以呢 只能暂时飘着了 挺好玩 其实啊 飞船的飞行过程 由于速度太快 会给阳源巨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 要是换成一般人 都会受不了 随时可能晕倒 啊 那么可怕 那我得好好锻炼身体 你在这儿锻炼起来了 严肃点 现在我们的飞船已经进入预定的轨道 它先要绕着地球飞行 以检测它是否正常 能否飞向月球 啊 我们也去月球上吗 嗯 对 你不用激动啊 我是无所不能的小树签嘛 当然得带着你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呀 现在啊 它们的第三级火箭再次发布 只速度达到了每秒10.5公里 进入了登月轨道 向月球奔去 它们 对啊 我们现在啊 和阿波罗11号是同步的 只不过呢 人家是真的历史 你现在呢 是在虚拟世界 哇 太棒了 太好玩了 对它们来说 这可不好玩 只要出现了一点点小的差错 都可能前功尽弃 快看 这边就是月球 哇哦 好大哦 原来我们的月球是这个样子的 好美啊 你再看看我们后面 那个就是人类生存的地球 蓝色的地球 真美 好了 咱们赶紧去月球上看看吧 好啊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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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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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敢回答了 你肯定会丢下我 好了好了 我怎么可能丢下宝贝女呢 虽然你平时叽叽喳喳的有点讨厌 我叽叽喳喳 你还啰哩啰嗦呢 就知道说我 就知道又是这个结果 真不能惹小孩呀 这船是要着陆了吗 为什么还不下人呀 下面都是石头 如果要强行降落的话 他们的登月舱很可能会被这些石头撞得粉碎 要是往前飞呢 燃料又不够了 太惨了 我不要看了 我怕 我告诉你吧 在这个时候呢 阿姆斯特朗应付紧急情况的才能得到了发挥 他马上采取紧急措施 把飞船改为手动驾驶 继续飞行了约20秒后 在6公里以外的地方 找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 飞船开始降落 哇 终于降落了 我们这么容易就来了 他们可真不容易呀 那当然 他们那是真实的历史 你这是体验 懂吗 哦 据资料记载 当时阿姆斯特朗打开登月舱舱门踏上了人类未知梦想了数千年的月球 这时他说 对我来讲 这是一小步 而对于全人类而言 这又是何等巨大的飞跃 十九分钟后 奥尔德林紧步阿姆斯特朗的后尘 走出了登月舱 当他走到月球表面上时 他第一句话就赞叹说 啊 太美了 月球上的紧缩确实很美 就是啊 太冷清了 什么都没有 他们两个踏上月球后 很快学会了地球人不习惯的移动方式 跳跃 他俩时而用单腿蹦 时而呢 又用双腿跳 有些呢 像袋鼠 两个人呢 首先在月球上放置了一块金属纪念牌 上面镶刻着 一九六九零七月 这是地球人在月球首次着陆的地方 我们代表全人类平安的到达了这里 宝贝啊 看到了人类第一次登月 我来给你讲讲咱们国家的登月计划吧 我们国家也有航天员登上月球吗 爸爸 嗯 现在还没有 但是以后肯定会有的 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发展的比美国前苏联都晚几十年呢 但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呀正在奋力追赶美苏的步伐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国家就会有宇航员登月了 那杨立伟叔叔当时没有登月吗 没有 他是我国第一位宇航员 就是进入太空的人 后来的费俊龙 聂海胜完成的是中国第一次宇航员出舱任务 2007年10月24日发射到太空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 就是我国探月工程的一大突破 之后啊 肯定会有我国的航天员登上月球的 哦 我知道了 爸爸 我和小树枪继续旅行啊 爸爸再见 宝贝 其实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很了不起 航天服的发明就和他有关 美国和苏联的宇航员登月时都穿着他发明的航天服呢 啊 真的 是谁啊 他叫唐新元 从小在上海长大 1936年 他到美国留学 获得两个硕士学位 一个博士学位 后来 在位于休斯顿的美国航太总署工作 并且担任总工程师 他是当时在美国航太总署工作的唯一中国人 哇 真是太伟大了 原来那个可爱的大雄衣服就是他发明的呀 当时呢 前苏联也设计了自己的太空服 但是设计的不是很完美 有点漏气 还造成了事故 唐新元呢 则设计出了不漏气的太空服 保障了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安全 这种太空服呢 质地特别柔软 宇航员穿上之后呢 不会把压力的性能强得很好 这也是一种保障宇航员的血液循环 而且太空服内呀 排除身体废气系统 通讯设备 养息供应和保持温度积压的设备都有很大的改善 我说怎么看起来那么笨重 然而里面有这么多复杂的设备呀 更重要的是 唐新元为解决太空人排尿问题 发明一种能吸水的止尿片 这个技术后来转为民用 导服于千家万户啊 这就是现在的婴儿和瘫痪病人使用的尿布湿 啊 不是吧 现在宝宝们用的尿布湿是这么来的呀 挺好啊 这个小叔叔 那为什么宇航服都是银白色的呢 别的颜色不好吗 因为白色反光明明强 防辐射 大气体外辐射非常强 包括宇动射线 S的射线等于都非常厉害 因白色呢 可以反射光线 可以起到保护宇航员身体的作用 哦 原来是这样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家了 好吧 我们走吧 爸爸爸爸 我们回来了 怎么样啊 小叔他带我去月球了 可惜没去美美美星球 他说太远了 找不到它 哼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美美美星球 名字也怪怪的 怎么可能有个星球叫美美美星球呢 一点这个含量都没有 哈哈 我们还是来说说看得见的吧 宝贝啊 你也看见了 月球上没有人 甚至没有生物 而我们地球上的人呢又太多了 过度的开发利用 使得地球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 所以我们要为以后的子孙后代 找到一颗可以代替我们地球的星球 月球啊 就在备选之内 啊 月球 可是那里好冷好黑啊 怎么住啊 现在的科学是越来越发达了 有科学家就计划在月球上建立月球村 月球村将利用太阳能取暖 利用月球上发现的水生产蔬菜 粮食 建立各种生活设施 啊 是吗 那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去月球玩了 是啊 人类还将开发地球人拜访月球村的旅游业 到时候不仅可以在地球上旅游 还可以去月球上了呢 太好了 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呢 宝贝 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赶上了 嘿嘿嘿嘿 为什么呢 我怎么赶不上了 因为预计呀 在二十一二十二世纪 人类将移临月球 可是现在呢 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还没有实现呢 所以你要等等呀 哦 没关系 我会等着 没准以后我长大了 当了宇航员 我自己就去月球玩了呢 口气还真不小 宇航员哪是说当就当的 宇航员呢 首先身体素质就要好 像你这样不爱锻炼还超时的小朋友 怎么可能呢 我从现在起就开始努力 这口号你喊了很多回了 怎么 小树茶 你不相信我啊 相信 相信 那宝贝 你就好好努力吧 哈哈哈 好了 好了 宝贝啊 你知道阿姆齐特朗登上月球后 说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吗 知道啊 不就是什么一小步 一大步什么的 哈哈哈 他说呀 对我来讲这是一小步 而对于全人类而言 这又是何等巨大的飞跃 啊 对对对 就是这么说的 你瞧瞧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都不记得 什么记性 宝贝 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含义吧 在月球这种失重的情况下 人类能够在上面迈上一步是很不容易的 阿姆斯特朗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他在月球上迈出的一小步 标志着人类登月事业的成功 是人类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又一项突破 代表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大步 啊 我明白了 那如果以后人类建立了月球村 那就是更大一步了 哈哈哈 没错 宝贝真会举一反三 月球村 那可是很大很大的一步啊 好吧 这一步就交给我来卖吧 啊 追不上了 小官 你不够朋友 是你自己睡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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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干什么去了 好 停 总体不错 但是呢 小官 你这个情绪呢不够饱满 小官 你单独再来一下啊 是你自己睡着的 不赖我 是你自己睡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好 放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